和視聽廣播法都生效超過20年 期間曾經多次討論 是否需要成立法律規定的出版委員會 和視聽廣播委員會 但是至今兩個委員會都未有成立 有傳媒質疑當局 未有充分諮詢業界 就先推出收法商議式民調 是否已經存有收法立場 新聞局回應說 民調並不是政府唯一聽取意見的方式 而且和諮詢業界意見並沒有抵觸 當局也都沒有預設立場和取向 政府的角色是提供一個平台 被業界和傳媒使用者表達意見 我們首先應不應該成立 正如剛才幾位講者都是 應不應該成立 如果是成立或者不成立的話 它的職權是怎樣 我想這些是由業界討論的了 他又說 當局06年取消發出記者證 同時已經向行政會提交改造新聞局的方案入面 取消新聞局發記者證的功能 證明當局的立場 另外有批評至專業組 只是由大約30位新聞從業員組成 而且包括的傳媒機構亦都不多 質疑名單的代表性 但是他們都認為專業組的討論 仍然被一般的焦點小組深入 這次的調查報告會分開兩組的結果 至於有傳媒只會杯葛調查 張榮顯說 傳媒可以在調查完成之後 用其他方法檢視抽氧方法是否科學 他又說整個取氧方式 都是按照民意調查的標準 澳門電視台記者 新孟希報道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